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來 我們很久沒有開箱耳機了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運動專用 用過都說好的 Shuxley Open Run Pro的 鼓傳導藍牙運動耳機 那它的型號是S810 那時隔三年啊 到底改變了什麼 規格有什麼進化呢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 Let's go 三年了喔 上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的是S800 那款我到現在其實也都還在用 那這一款目前到現在還是全新未拆 我們就先拆包裝來看一下 配件裡面到底有什麼 真的是全新未拆 都剛拿到 那它的包裝跟以前一樣 還是這個思維寶蘭代理的 那是原裝行貨 那它這一次一共推出了四款顏色 那我個人比較偏愛白色系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米白色 從上一次開箱到現在已經三年 這三年真的有蠻多變化 他們家光品牌名稱都換了 那之前叫AfterShock 現在就直接拿掉After 直接叫做Shock 縮短成Shock 那它打開來裡面的配件 包含這個充電線 這是磁吸充電線 還有這個貝殼形狀的硬殼收納包 是硬殼的 然後有這種貝殼形狀的造型 打開來裡面就是它的耳機 這個耳機質感還不錯 然後裡面有這個凹槽 可以讓你直接把耳機這樣收納進去 上面這邊有內建一條鬆緊帶 那你可以把這個充電線直接收納在這個地方 那你外出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整個袋子 然後就可以直接出門 還不錯 我覺得蠻方便的 對了 如果你現在購買的話 還有額外贈送這個Shock 運動腰包 這個腰包還不錯 它的彈性很高 又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打開給你看一下 這樣子 這個運動腰包 那它是這種扣環形式的 這種扣環形式 然後超彈性 然後裡面還可以裝不少東西 你看這邊有個拉鍊 打開來 這是它的裡面的空間 很透氣 然後你可以把手機、鑰匙、零錢都放在裡面 那跑步、騎單車都還不錯 這個包包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又很小很好收納 目前在品牌預購期間內會送這個腰包 我覺得還不錯 好我們就回到主題 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 鼓傳導耳機是什麼 那一般耳機長這樣 那無論是耳塞式或是入耳式 都是從耳道塞進去之後 從鼓膜去接收聲音 那無論它有沒有降噪效果 傳統的耳機 它的音樂性、聲音跟沉浸感都會很好 可是這樣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塞住耳朵之後 你就變得不太適合運動 因為入耳式的耳機 先天它就會有被動降噪 因為它塞住耳朵嘛 所以光從耳朵塞進去的時候 外界聲音就會少一半 如果再加上音樂開大聲的話 那你外面的聲音就會聽不到 那你騎單車、跑山 就會看不到外面的喇叭聲 就會聽不到 就會很危險 那更別說很多耳機 它就只適合靜態戴 所以基於安全性跟佩戴的安全感 那鼓傳導耳機就誕生了 它是長這樣 它是全開放式的耳機 而且它完全沒有掉落的問題 那這支S810跟之前的S800相比之下 它其實乍看很像 可是它變得更圓潤 那它整體的結構 其實都是鈦合金打造 非常有彈性 整個可以這樣子拉 這樣延展 那是透過這個很有彈性的鈦合金 利用夾的方式扣住耳朵旁邊 你看我這樣子配戴 是從這樣上面掛住 然後又從兩邊夾住 那它的貼合度會非常的好 非常的舒服 拳擊配重會相當平衡 你怎麼跑怎麼跳 都完全不會有掉落 甚至滑動的問題 那它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開放 你看像我這樣戴著 它其實不會遮住耳朵 外界的聲音 我也會同步聽得很清楚 正面看起來也不會很突兀有沒有 所以像有些工作 像是我有一個朋友在包膜店工作 或者在生產線工作的朋友 也蠻適合帶S810上班 你就聽你自己的音樂 那你同事叫你 你也可以馬上反應 而且它非常的輕 它整個重量只有29克 我真的會幾乎忘記自己戴著耳機 它的外層採用輕膚材質 全機都具備IP55防潑水 然後也防汗水侵蝕 這個我真的可以認證 過去幾年我真的都帶著它跑步 那它的發聲單元在內側 是透過臉頰鼓 直接將聲音傳到內部 那完全不經過鼓膜 硬軒編碼格式支援SBC 也就是iPhone支援的那一種 我自己是從最早期的AS650 AS700 AS800 到最新的S810 一路用到現在 那這一次S810的改變 猶如緊碰 那我可以統整出三大亮點 第一點是它的音樂性會再加強 低音近乎完美 我覺得聲音是比較出來的 像我這樣一代一代比較下來 之前AS650給我的感覺 只能說是有聽到聲音 然後AS700讓中高音頻變好了 可是還是沒有低音 到了AS800之後 它加入低音 音樂就會變得好聽 可是這一次S810 就真的會有聽音樂的享受感 這一次主要的是加入這個Shocks 它有一個Turbo Pitch的技術 那低音的部分又可以再下潛一點 這個差音很大 像我自己跑步 其實都聽Podcast比較多 那鼓癌的聲音偏低沉 那之前用S800 它會有少部分的尾音 會糊掉 會聽不清楚 所以後來有一陣子 我就不會帶鼓船去跑步 可是現在換上這個S810 就完全清晰 聽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是換成聽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我手邊這一支 路爾式的Soundcore Liberty 3 Pro 這支圈鐵耳機 還是我覺得目前最好 低音跟細節都具備 可是S810真的只差它一點點 可能是全開放的關係 我覺得音質會少了一點沉浸感 可是它真的會比S800進步很多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在運動的時候 聽一些Podcast 聽一些流行歌曲 又需要一些安全感 那你現在要挑一副開放式的耳機 那我真的蠻推薦這一次的S810 那第二個是它這一次S810 加入了快充 以及續航可以高達10個小時 那它的充電介面跟之前一樣 其實都是採用磁吸充電 在這個地方 但是它這一次支援快充 充電5分鐘就可以聽歌90分鐘 充電30分鐘就可以聽到6小時 如果你要整個充到飽的話 也可以大概在50幾分鐘就把它充完 那它的整個電池容量是 140毫安時 10個小時續航力 我覺得對於三體玩家 或者是經常出門騎車一整天的朋友來說 就很實用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它 可以同時配對兩個裝置 以及支援通話降噪 它支援藍牙5.1 它可以同時連線兩個裝置 比如說兩支手機啦 或者是一支手機加一台電腦 所以它不單單只是能運動 那它在工作上其實也很適合 而且它具備通話降噪 你要在路邊接電話 其實也沒有問題 基本上就是從上班通勤帶到下班 一整天都不用拿下來都很OK 反正它帶著也很舒服 真的只有29克 而且它不會有夾臉感 也不會痛 那再來很多朋友會想問的是 會不會漏音呢? 我這邊試給你看喔 那我這邊播一段音樂 用正常我在室內會聽的音量 然後分別用不同的距離來收音 好最後我要說一下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讓我往後躺 因為它造型的關係啊 它是從背後這樣繞著一圈到脖子上 所以它背後這邊會凸出來 那你往後躺就一定會壓到這個鋼圈 那像我之前出國搭飛機啊 本來要全程帶著它追劇 結果一往後躺我就放棄 所以不同耳機都會有它的優點跟缺陷 那針對需求來選就好 它就是一支主打運動的開放式耳機 音質也是目前最好 續航又長 佩戴起來又舒服 那我想如果你是工作需求 運動需求 那我想Shark Z的OpenRun Pro S810 鼓傳導藍牙運動耳機 會非常值得推薦 那當然如果你新的需求是跟外界無關 你完全不用考慮外界的聲音 那你就不用購買開放式耳機 我想一般的入耳式耳機的選擇會更好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animated 嗯 就是 我們這邊是 我們這邊的主題 有關 我們這邊可以 asi心 我們這邊可以 剛好 那裡 我們這邊可以 我們這邊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